5-1,頁面的設計 那啟動Word以後呢,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先 點選哪一個呢 好,空白的新文件,對不對 接下來點選設計標籤 這時候呢,我們再移到頁面框線的地方 後面,針對頁面背景這邊有三個選項 你可以做符水印,我們再點選頁面框線 那就進到這裡來是針對整個文件 那這時候呢,在頁面框線這個選項呢 好,我們來點選下面的花邊 那往下移 我們選聖誕樹這個 那聖誕樹選完以後,事實上這裡還是可以設小一點喔 我們先確定好了 好,縮小來看 這個聖誕樹就完成,對不對 那如果覺得樹太大呢,再來一次 進到這裡面來,我們可以把聖誕樹這邊呢 改成20 那樹就小一點,就更密集 好,這個大小,同學可以自己來決定 好,這個大小,同學可以自己來決定 接下來我們要來輸入我們的標題文字 好,那當然 我們再放大一點來看 我們再提醒同學 在word裡面呢,是一行一行的 按個enter 它的字會被固定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把字打進去呢 比如說輸入 校慶園遊會的標題 那打在這裡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按delete 那字會上來,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呢 標題應該是在放正中央 所以把它選起來的時候呢 先設字形 好,我們使用王漢中的字形 再設大一點 移過來它立即會顯示它的尺寸 比如說我現在選72 那在常用標件這裡 也會顯示我們剛剛設定的字形尺寸 我讓它置中 置中鈕就完成了中間的設定 那我們要加效果 好,選起來 從office2010開始 就增加了字形這個效果按鈕 可以很方便讓我們加文字的效果 好,移過來立即會顯示 看你要什麼樣的標題效果 很簡單 那假設你要這個效果 可是呢 我想再改讓它周圍顏色呢 選起來 好,我們再點這個 這個15格是讓你直接套 那下面這邊還可以自己改喔 大鋼就是外框線 陰影各位懂 反射的效果也很有趣 倒影 有沒有 那光暈周圍文字會發光 好 那我們選大鋼的地方 在下面 大鋼就是 線的外框線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來選取綠色的地方 好,我把它選取綠色 好 那這個就瞄邊 就瞄綠色 接下來我們再來加文字的這個 醒目提示 那背景呢 就變更亮了 就完成了這個頁面設計跟標題的製作 好,這樣子 我們會說 對